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计赏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山西省高平市谷口村地下买有40多万白骨,与它有联系的还有当地一种特色小吃,是一种烘烤而成的豆腐。 而这种小吃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,叫做白起肉,那么白起是谁呢? 战国时期,低处西面的秦国在商鞅变法后逐渐强大,因为军功绝制,许多平民百姓得到了晋升的机会。 白起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逐渐崭露头角,靠着异常常建立的军功不断攀升,称为明镇天下的秦国大将。 公元前260年,秦军大举功赵,最初赵军在老将连扑的带领下并未让秦军占到便宜。 然而,赵王临时换架,将纸上谈兵的赵舍派往前线,秦军也换上白起。 毫无实战经验的赵舍根本不是白起的对手。 在白起的谋划下,赵军总共40万的军队被秦军围困在长平。 断水断粮的赵军无奈投降,而白起却下达坑杀命令,将投降的40余万赵军坑杀在长平, 却留下200多个年轻士兵为我报信。 因为白起的一种过于残忑的命令,长平当地百姓势在憎恨白起。 为了起点被坑杀的40万赵军,当地百姓就用豆腐比作白起的重, 用炉火烧烤,用豆腐渣比作白起的脑浆,与调料一起捣碎后,与豆腐一起食用。 这就叫做白起咒。 2000多年过去,白起咒流传了下来,成为了一种美食, 也很少人将它与那地下的40万白骨联系起来了。 明朝史上有个神人,名叫刘伯温。 明见传言,他为了证明自己比诸葛亮强,居然去挖诸葛亮的墓。 结果,挖出五个大字,吓得他魂飞魄散,惭愧不已。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